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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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今天我们有一个 常常都想请他上来的戏客 就是James 都很久没有找你了 五月头我看回就找过一次上戏 接着呢 那时候呢 市是扶摇直上的 这样上到去 然后就轮回来 到现在 都还是一个下降鬼 所以呢 要找你上来更新一下 趁着 教主去了泰国 有个空档 立即找James 上来 所以我们今集呢 应该会讲得宏观一点 港股 美股 Trump Trade 又怎样玩的呢 好了 不如先过 可能大家都还是很关心的港股 嗯 星期五抽高 都是这样跑回来 你们怎么看现在的状况 都是之前踏过棚 是踏得漂亮的 但是我们之前 上次上来都说过 去到差不多两万点 就会回来 的确是 后境不计 但是主要的原因就是 其实那一群跟你去 一起去 维维维 玩上去的那一群 Hedge Fund 就人家翻转得很快 嗯 之前的教训都非常之心痛 他们差不多六月头 走了之后 你看到那些Long Only 去 在港股这一边 去 想要他们去做一个 价值回归 或者是股值收复 那个情节 一直都没有发生的 就是人家觉得OK 你可能不是七倍 FORER PE 那么便宜 但是你上到7.8倍 8倍 就觉得你贵 那你贵 不是说贵 是因为跟其他地方比较 这里还算便宜 而是说你未来的增长 其实都匹配不了 你现在 就是那时候 最高的时候 人家给你FORER PE 那去到现在这一刻 我想港股 唯一可以比较吸引的地方 就是第一 内地有一个资产方 资产方的意思就是 他们根本找不到一些 比较安全的 又可以有一定回报的 资产类别去投资 尤其是以一些大的国企 以及一些机构投资者 为心 那去到香港这边的话 你都会看到 有一些大的银行也好 或者是通讯公司也好 或者是能源公司也好 全部都有国企背景 接着你又不会指议他们 在短时间之内就会崩 嗯 还有派出来的息 都还是挺好的 这些便会吸引到 一些不水的注意力 所以过去 我想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看到的就是 香港本土的中资高级股 其实一直都在吸金 但是当然 中间还有一些反复 你可能看到有一些晶片股炒气 你可能看到有一些手机零件股炒气 你可能看到有一些手机零件股炒气 但是炒气的趋势 都不是这么一致 和这么漫长 中间一直都是不行的 由六月头到现在 就很明显是消费 还有本港地产 这些都是证实了经济的底蚊 其实市场的信心 就不是这么强 但是你说 你要想要回去 就是两个极端 第一个极端就是两万点流上 第二个极端就是万五点流下 这两个极端好像 都不是我们最基础的案子 其实市场都已经习惯了 可能未必去到这么低了 就是低极都有个谱 就可能都是在一万七千六 这个中线位置附近去排回 但是你要去充高的话 对上个星期这样夹一夹 人家又估计是三中传媒 是啊 可以有些什么政策出 其实经济数据出来了 第二季的GDP出来了 你看到社会零售销售 按年增加的速度是只有2% 其实现在整个经济主要撑住的 就是外部的需求 而不是内部的需求 如果你再去看一些借贷那方面的 比如说使用总量 增增贷款 或者中国信用物货 你看到五月份的数据 都比四月份还要差 而四月份的时候 大家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可能它是有一些 宽松的货币政策 出来了的时候 是那个表外的一些 线下保释的行为 停止了 所以才令到借贷的情况不行 但是原来五月份还是不行 再看六家嘴 人行跟你说得明白 有质量的发展 你就不要跟我去说借贷增速有多少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 有分钟调一调节 借贷增速的定义 这个就已经令到 你数据派那边 你想说中国经济 真的开始有一个谷底反弹 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看 现在暂时我们就未见到 我想说 因为之前我们很开心 由晚六点一路抽上来 除了可能中景 估值低 接着可能经济可能都OK 另外就是政策性 对于资本市场的关注度好像高了 也都不断在说市值管理等等的问题 央企红利 之前传过股息税 例如在H股股 是否有扣架 互联互通 是否有扩容等等 这些东西都推到指数接近2万点 但到现在我们反复向下的情况之下 慢慢这些东西就好像淡化了 去到现在要开三中传媒 大家有个可能都有少少的期望 就是会不会在政策上 你也会再说多些这一类东西 去到令到大家说 原来你都关着A股 都塌了 H股 即是我们恒指都不行 你现在资本市场是要搞活 令到大家都有一个财富效应 那大家都先肯去消费 不会躺平买东西 这样的 这个很奢侈 你要财富效应 重新在股市 由股市作为一个危机去体验 我觉得真的可能要难些 而且你看一下 其实大家不是没有钱 我想内地和香港是一样的 有钱的那些都是有钱的 因为前段时间和律师聊天 是一个大壮来的 我们闫谈之中 就讲到有一个网红用的一个律师仔 那律师仔都变成了一个小型网红 那律师仔就喜欢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去铺些名车 或者名标 接着那个大壮在我们聊天之中 就对这个律师仔很不舍 就是说你铺些几百万的车出来做什么 我铺的那些车 你的名字都不懂得叫 你的车尾够一千万不要铺出来 就是这些有钱的那一班是有钱的 但是他们不敢去花 还有不敢去投资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 你放在哪个资产内 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只是在香港 或者是在内地的 这些资产内 这些资产内 但是你说 就是要通过股市 重新去令到财富效应去浮现出来 那你看到中正监 它一系列的做法 好像又不是向着这个方向去走 就是我们去看一个政策的一致性 由一月底 其实一直到陆家咀之前 我们都觉得迟的 但是在陆家咀之后 你看到有一些新闻就开始传出来 第一个就是有一些公司去大区务裁员 那其实六月之前 也有一些就是说中资的券商 开始去捐资 他们的员工的资金 或者再去到现在就是说 要去查之前三十年的税 那这些就不是 说他们走税 是吧 这个是很大的影响 我知道的一些企业主 或者都是在内地做某些生意 做得很大的一些个人 其实他们对这个影响是很害怕的 那如果你害怕的时候 可以怎样呢 我就不移动了 就是我有些贵的东西 玩具我想买 我不买了 我看看他查税 查得如何 可能都被逼欲吐出来 都不奇怪的 那这个我觉得是 都颇大影响的一样 那另外就是去看 但是中间你说这些是 就是经济配套的措施 或者是税务配套的措施 未必是可以夹得回之前的 那个政策一致成 但是如果你再去看其他人行那边 我觉得反而是有一些正确的动作 因为上个星期不是夹了一天的 其实之前有一天都是夹的 夹那天 你看到很明显就是 人仔是强的 但是强一天而已 但是那天出了些什么新闻呢 就是人行走出来跟你说 他其实差不多要去建立一个 利率通道 就是上面50个点子 下面20个点子 总之就是 正硬的回购 正硬的回购 每天做 那就是一个是收水 一个是放水 就是可以令到 就是LPR 一年期的指标作用 开始降低 因为那个指标 真的不是很强的 现在你去看 现在你去看 这十年中国债的债息 其实已经是低过它很多的 就是年初那时候 已经差不多是低过它 没有什么Benchmark 2 没错 没错 那它现在想建立一个利率通道 第一 这是利好人民币 第二 就是可能会令到 中国债的债息 稳定地下降 可能的 因为你看到六加醉 那里 其实人行也警告了一些飞引机构 是啊 哈哈 我忍了很久了 你现在买 你还买 但是你不要说我没有警告过你 利率会下降 那就是说 其实人民币的债息 如果降了下去的话 去买债的那些人的吸引力 又会降低一点 嗯 因为人民币国债是完全不受卖的 就是它什么时候出来都被人去抢 封抢 封抢了 那如果人民币债的吸引力降低 那别人是否会投去一些理财产品 或者其他资产类别呢 我觉得都是 就是暂时未逼 但是对香港来说 我反而觉得是有点好处的 就是说他们这边 就是我们和国债之间的息差 可能会拉得更大一点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很小小的一个现象 但是 就是你看到 其实那天炒人民币匯率 炒了一天又下去 接着之后再炒多一天 那这个不是一个很延续的一个 一个市场观感的改变 所以你说中间 你说这个政策上面 有些什么可以帮到整个市 那我觉得现在市场参与者 应该都已经颇为确定 就是原来中央都仍是在乎股市 但是 还有什么资料可以出呢 我们刚才说的借贷数据 我当你高质量的发展 不理着 那你再看看 那个精结 就是那个逢离山市场 那GDP里面都有说 路透自己的统计都有说 那就是2006年5月份以来最差的一个月 对上一个月 那这些 如果固定资产投资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GDP的占比 如果你是把房利产计算进去 按年增长的速度只有3.0% 但是它全年要求整个GDP是5%增速 那这个便会拖后腿 但是如果你把房利产剔除的话 其实固定资产投资 它按年增加的速度 上半年都还有8% 那就是说房利产这个问题 短时间之内 比较难以去解决 那你都可以由些不同的端倪都看到出来 其实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是有一些滞走的 很简单你去看李嘉诚 李嘉诚就不只是在香港买地 那他在上海、北京、杭州、南京、东莞 全部都是去买地 他在东莞有一块地是很出名的 在一个叫口街的地方附近去买 那个买的时间是1999年 他真正起源开始买呢 是最近的 就是他继续了这么久 他继续了这么久 开头我以为他真的想团地 但是去到2019年的时候 其实东莞政府就罚了他钱 罚了7000万 因为觉得你搞这么久 你都不开化 你想怎样 OK 现在开化完了 开始卖了 但是他卖那个价 是他原本想着卖那个价 差不多是腰站 50% 那你再想一下李嘉诚在香港这一边 都会尺也好 或者是Liles也好 这些全部差不多是七字售价 七字售价 还有都是区内差不多低价 新楼低价 那你应该知道大概 是 他的感觉是怎样 感受到中港房地产市场 没错 但是你房地产不解决 你真的很难去 很难去有一个大的turn around 令到市场情绪重新振奋 因为如果你说美国那边去带动整个市场的气氛 就是AI 但是你中国自己本身的AI的发展 始终是颇多製走的 那这个我觉得两边又不可以相提并论 我们只是靠同一个sector 就可以带起整个 那现在我们反而 就是找不到一个领头的sector 不要紧要 但是可以令到去拖后腿的sector 负面影响少些 都是好事 但是现在就好像不是 也就是说 精杰的问题 没有特别是化解到些什么 是 那如果是这样想 因为我们曾经都有一个车目 就是你之前刚才也说过 就是说 有些国内的机会投资者 有些大型的国企 或者有些分 他在国内是找不到投资局 所以一见出一些特别国债超长年的风筹 那你就看到其实他们是要找出路 嗯 我也有听过 之前KK过来也有说 就是说 他们和国内有些大型的客 那些资管公司谈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很想过来香港 去找投资机会 嗯 港股他们也是有想的 也都周围去到问 那我有时想 会不会 因为这样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 A股是比我们H股 嗯 那这件事可不可以一路这样发生呢 就是因为这些北水 在国内真是苦无投资对象 而来到我们香港 真是北水下来 这样去到 就是托一下我们的港股呢 不一路正在发生 如果不是北水 我想港股 重大一波 哈哈哈 港股的股值都未去到现在 因为你说内地的 尤其是国企 他们想出海的那个异域 其实过去这两三年都很高 还有他们是有特别冲度 是可以 就是不是ODI 不是QFEE 是可以出来投资 真的回去 就是不是用一个nominal account 去投资的 但是那个问题 又是像QD那些 那些通道的quota费用 你可能要比较高一点 我听到比较夸张 就是2%他都敢收的 但是他们是有这个通道可以出来的 但是真正问题就是 他们护港通是一个最便利的通道 那他们直接在那里用人民币 中间的交易商店 他们夺换了港币 之后赢了钱再回去 那这种如果只拿来收息呢 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mega fund 是内地的 内地的一些buy side 大的player 他们过来香港买的 整个portfolio 10只不够 那10只不够呢 但是赚很多 因为第一 它的base够大 第二 它是在比较低位的时候 去找一些高息股 那去到现在了 三四年的时间 价格又升上来 息率一直都不是很低 那赚得真的很多 就是电讯股 或者油股等等 这类类的大胜的 息率回报高雄来到的那些 是的 这些他们不用交易的 它进来一转 一路渣 所以这个我想对港股交投 那个推动的力量 又不是说真的强得那么交关 那你说 还有如果他们真的用了我刚才说的通道 把钱搬来到香港 那它可以投资的就不只是港股了 你就说就算他们可能有一些政策 不可以直接去投资一些美国的相关公司 但是他们 大家如果自己有一些基金的户口 或者一些premium bank 或者private bank的RM 它可能会推出一些产品给你 那其中有一些产品就是 你看回四大行 在海外去发的那些debenture 有点像CD 它是用CD的形式去做的 那些debenture是七至八年一年 那挺好的 是啊 你不是指以这四大行的海外分支会倒下的话 那你去买 其实三个月回报都高过你在这边去买 就是半年回报高过这边去买普通的CD一年 所以这个 他们是可以很多东西可以选择的 它出得来 它是机构投资者 还占换汇水 是的 它就未逼想要它 只是去投港股 哦 而且就算投它们不是hedge 不是quang 那真的不用交易得那么频密 哦 那即可能都是一转 两转 持一转 那它不会蒙止径不断加下来 加下来 是的 我明白了 好了 那如果你看位置 这些这样的估值水平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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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是一些比较做 三两个月的预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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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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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到什么位置 或者可能真的会有个危机 一路 插穿 250天线 还是怎么样 你暂时看 上次你觉得都是 那么厉害的声势 都是大概2万点 那 都差不多了 到现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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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因为 这个 党股尴尬的地方 就是它 5月 6月那一阵 也太急了 是啊 所以呢 你看到 这段时间 其实那250天线 或者44天线 其实是向上的 如果你去看 只是看图 看形体的话 其实已经差了的了 嗯 就是我们之前去看 它17600 17800 这些位置 那时候其实250天线 和44天线 都没去到那里 我们觉得在上面浪着 可能还有一个小型反弹 就好像 好像去年一月份那样 都不奇怪的 但是 不是啦 其实现在已经穿了 如果你只是看图的话 那 我们就不会觉得 会有一个太大的 一个向下 或者向上的一个动力 你向下的话 你很明显 现在的盘子 都还是搭着的 是 有少少风吹草洞 都会做一做 就会兜回上 是 做一做 之后人家沽回来 可能又是这些位置 又不想不下 我觉得 成交可能会偏弱一点 还有波幅可能会收窄 因为上半年波幅 其实都算大的 高低位波幅 那 当然你和整年 之前这么多年份的平均的上半年波幅相比的话 都不算太夸张 但是我觉得下半年的波幅可能要再小一点 因为你说现在还有什么可以影响到港股呢 我觉得 除了大中华对它自己本身的事件和因素 你其他的那些呢 其他的 event也好 factor也好 其实对港股的影响真的不是那么大 嗯 美国那边是美国自己的股市 当然你可以说 美国那边 今年减息的机会率 越来越高 是啊 甚至去三次了 现在开始 高门过门 是 那就是你可能减息的时候 哎 又有些人出来说 你一减息 其实公楼成本低了 那楼价一定升的了 但是 你港股 你香港这边的银行按揭息 其实未加到美国那么高的 是 你一直都去不了 5.25厘 那你可能就美国那边去减 减极都可能是去到3.25厘 3.5厘 这些水准 那就是这个时间 我当它的反射弧真的存在的话 那其实都挺漫长的 你要 美国那边降息 接着反映在香港这些地产股 或者是一些权重股 重新去估值上面 我觉得 你可能要等多半年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7月了 那你今年 你要指以这些factor 全部都是利好港股 我又觉得未必 还有我最不太喜欢的一件事 就是那些人不断出cb 是啊 什么人都出cb cb是 怎么说呢 你如果在美股那边去 去玩cb加warrant 那就是可能有些中小市值 有些中概很喜欢玩的 因为实是赚的 就是他出到怎么都赚的 但是去到后来 我们在港股这边看到 哇大型科技股你又出 呃 哇 现在平保你又出 平保又搞 是的 你出对你是利好 对投资者就是利淡 你怎么都赚的 你的cb那么低息 那么低息 是的 跟着这个 就是对投资者来说的话 我如果放在银行 我收四厘多 我借给你 我收零点几厘 我已经一年蚀了四厘 三年才是最低redemption的期限 三年我蚀12厘 跟着你最低的 那个熟回的价 是25% 现价流上 那就是说 我要三年之内 在平保身上 赚到37% 我才是打和的 这个就是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第一 当然我觉得 你平保他自己的 那个资产管理 其实是间接 不是非间接投资 在内地房地产的 差不多只有四千亿的了 都是水深火热的了 都是想圈些钱走 回来 跟着呢 原来你去看看cb 他在未redeem之前 就是未去熟回之前 他可以继续一个 附加的资本充足率 嗯 他redeem了之后 是可以变成一个 核心的资本充足率 嗯 其实这件事 不管是他究竟 可不可以 最后由股转债 由债转股 其实对平保自己本身的 资产质素 都是ok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 才是他为什么要出 但是对投资者来说 你看到那么多公司 不断出cb 你都开始闻到 应该不是很远路 你为什么要 开始闻到 是 你最初可能 你见到京东亚历 可以 我接受 如果我是一些大户 有 大户 那些货 ok 或者你 看回好股市的时候 换股 可能真的有好处 但现在你整整整整 你就会觉得 不是 那间间 每间都出 其实这些 都一点都不吸引 对 是 对 是 对 对 是 是 是 对 是 对 是 其實只會令到做難事,不過我都覺得反映了很多公司 都是幾頓錢,即是像你所說在資本上還是怎樣都好 這刻拿到的我都試一下,如果你前面那幾間work,好像很正 那我就馬上又出了一集集幾百億出來 你是發股,都是難度幾高的 那他們可能覺得這方面容易,cold fine 漏下來,覺得又有work 那他們就在那裡做 是,還有我覺得他可能會另外做安排就是回購 因為港股,香港改了回購那條例 其實香港之前的回購的股股一定是註銷,沒有其他選擇 那美國那邊不同,美國有treasury stock這個說法 那你可以之後再賣出去都還可以 那現在就是港股,你都可以之後再賣出去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好現象來的 那可能就是拿回一點錢過來,打算去做回購,接著捧一捧股價 那你如果CB的話,你未去strike的時候,這些都還是債 那也是有好處對股價 那另外另外一個點都是我們剛才談的時候,我有想到 你如果是這些公司,你科網巨頭也好 你應該都是行Wolfi架構的 Wolfi架構就是,其實有一個海外實體 控股了海外的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再通過生意 去跟內地的實體公司有聯繫 那代表著其實兩邊呢,海外或者離岸 和內地這兩個實體呢,其實他們的資金流 是有分開去計算的,那現在我想資金出來呢 其實那個難度都是偏大 那別人在海外有一個實體的時候 就用海外這個實體去擁有資先 那之後有一些以備不時之需 有一個美金,就是抽到的 或者口證外幣,做一個資本的 拿到的就拿 那這個又無爺,又是打擊了大家 對港股的信心的 不過我想說呢 剛才我也跟Opher又跟同事聊 港股呢,有一個,你不去理指數呢 今天又跌回287.7 你不去理指數,你去玩一些板塊呢 其實,就是像你所說之前 我們那些中突股 它到現在,那次回落後 都還是OK的 那這些是否都是去到這些位置 都是值得利逢低都吸收一下 那些這樣的回報,這樣的息 那有些什麼中央開會 又會想這類的 就是中突股的錢又會放下來 而像你說的 可能在國內錢要出來玩H股 都可能 你一鎖過長渣都好 都是買這一類的 那水泡又好,什麼都好 是不是這一類都還是 擺到年尾都可以呢 這個我覺得是港股現在 唯一比較吸引一點的地方 唯一優勢 唯一優勢 你不會倒閉的嘛 就是你之前去看建行 其實有些大的炒交迷 經常玩兩間 建行和招行 那它看到之前曾經 尤其是建行 跌到差不多招股價附近的時候 接著它就去看買盤的排位 買盤那邊的數量 是多到顯示不到的 大利時機 因為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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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擺到明告訴你 你不會低過招股價 那這些你不會覺得它會倒閉的嘛 那所以有個安全保障先 接著它看息率 又是OK的 那別人就會玩這一堆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真是 可能是 不用理整個港股的股值 也都不用理整個港股氣氛 都還是可以 你想安全一點去收息的話 都還是可以玩的 也都有個說法 我們再提到特朗普現在的選情 基本上都是它的 不用怎樣有些什麼差池的了 照計 那特朗普擺明就是 對中國 你第一次聽他和拜登的議論 你都已經很 感覺到 他就來了 對著中港 看看怎樣對付我們 那大家個個都會覺得 是不理中港股市的 那會不會都真的在這裏 要需要在我們下半年就 開始害怕呢 可能他一路的選情 未選已經不斷地斟住 或者拿選票 就不斷地斟住 中國的問題 中國的威脅等等 我覺得這個未必這麼早害怕 因為 講真的我覺得 他們現在競選的重心 就不是怎樣去針對中國 因為 跟特朗普針對中國 應該就沒有民主黨針對中國 那麼全方位 因為民主黨就是傻的 不是說拜登 雖然他是有些少 但是你去看他 對整個環球的 敵對方的 那種 打擊的措施 他是四方出擊的 打伊朗 打俄羅斯 打俄羅斯 打中國 打北韓 但是你其實 對特朗普來說 你看他好像惡言惡上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生意人 他想多賺點錢 所以我們會猜一個 很大概率會發生的事 就是美國和俄羅斯 敵對的立場 會沒有那麼嚴重 嗯 那麼這個其實 對通脹是好事 嗯 因為我們在 俄烏戰爭 看到的之後的 那些供應鏈的 disruption 其實就是這一波 通脹上升的主要圓空 那麼 他可能是會 由烏克蘭那邊去切 撤軍援 或者是資金的資助 或者是叫歐洲那邊的 那些不約的 組織成員國 就自己負責自己的防禦 那麼這個 這個呢 應該是會令到整個 共用鏈的緊張緊缺的情況 會好一點點 但是他對中國的態度 毫無疑問 他一定都是要加關稅的 但是他加關稅之餘 會不會在其他的地方去圍堵中國呢 好像又未必 因為他始終都是插著一個點 就是中國的貿易信差太強 嗯 那麼我美國是 就是被你屈的 我現在 我其實可以賺很多錢 現在賺不到 那沒有錢要你給 那麼這個 他是攤大手掌 是問你拿錢 但是你說他想去 就是在 國際形象啊 在整個國際社群之中的關係啊 上面去打壓中國呢 好像暫時又 我覺得未必是他的初衷 他都是想去把他美國去和世界溝通的這個角色 變回做好收縮 只是去把美國自己搞好的這個角色 那麼這個都就是 因為在週末也有很多發展啊 又被人刺殺啊 所以 你說他的機率高呢 我覺得是高了一些的 但是有未必是 就是我們不可以只去看一些 投注網站 看到他被人刺殺了之後 就當選的機率有60% 增加到71% 是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 就是 可能是一個 其中一個表象而已 嗯 但是我覺得這次的選舉 其實就是 兩樣東西 集中體現的矛盾 第一個就是 populism populism 就是民粹主義 就是說 同一個國家之中 有一部份人 很多得益 有大部份人 沒有任何得益 那麼這個是民粹 就是我們覺得 下面底層的那一堆 就覺得我們現在要去抗爭了 嗯 接著另外一個就是民族主義 就是說 在全球化的一個範圍之中 你見到有些國家 由於在供應鏈上面 處於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 其實那個國家拿到的利益 是多於其他國家的 那麼這些國家和國家之間 沒有一個紛爭 嗯 特朗普就是應運而生的這個人物 嗯 2016年他剛剛上任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 他是不是太過成熟的一個政客 嗯 但是今次呢 尤其是他刺殺之後 被刺殺之後呢 他的講話呢 反應第一個是神來之筆 是的 又被人拍到好像一個 那個 中途倒的 就是那面奇的那個形象 另外一個就是 他在共和黨的大會上面 他的主題呢 不是說去挑起仇恨 他的主題是說全國去團結 嗯 那麼這個其實是很聰明的 我不知道背後誰幫他去出謀法 但是這個 跟他之前的形象不是很相符 也都證明了他是 用一個政客的身份去看呢 他是慢慢就是 就是趋向於成熟了 那麼這個就真是 這個才是令到他的 贏面更高 開始變高了 那麼他現在拘捕的這個 這個副總統的人選 其實就是 一些鐵壽大 就是一些 能源 製造業 這些傳統美國人 從事行業 現在去被全球化 去打擾了 然後是賺不到錢 這些 貧困少少的 中下層的 美國公民的 一個代表人物 嗯 但是這個人很反中 是啊 這個人非常反中 所以有些怕就是 他一上場 會不會講很多針中國的事情 不用怕 你想一下 如果特朗普上了台 你對上那個副總統 你記不記得是誰 麥克 Pence 麥克 Pence 麥克 Pence 怎麼有聲音出假 全部都是特朗普自己 都是 每天都會見到特朗普 是吧 他自己講完 這個我又不是特別擔心 就是可能他選他 立場是可以團結到更多的共和黨人 但是真正的最後的輸贏呢 其實我覺得就不是去爭取中間選民 中間選民的參與程度 在上次也好 這次也好 其實一直都不是很高 因為他們的觀感很簡單 一個是老人痴呆 一個是傻的 那我兩個都不選 聚正老 但是現在呢 就是中間選民 你見到其實民主和共和兩黨 都不是很爭取的了 他們要爭取的 就是動員到最大的 他們是可以動員的 基本盤 是的 那你 拜登都算叫爭 就是刺殺行為發生了之後 他馬上就抽取了所有的競選廣告 因為他不想讓人覺得他落井下石 但是 你美國白左那一派的媒體 包括了Atlantic Washington Post New Yorker New York Times 其實都還是很積極地去 第一 淡化這件事 第二 New York Times 在特朗普被刺殺 第二天 就出了一個全版廣告 背影 就是特朗普的樣子 質寫 跟著上面 大大字寫著 他曾 他失去檢查 就是他之前選任的總統 跟著下面就說 所有選民 必須 vote against 特朗普 就是 叫你所有選民都必須 不要去投特朗普 你教我怎樣做事 第一個 很多人反映就是這樣 但是他很明顯就不是針對你同學 他是針對他那幫很基本的 基本盤的選民 這件事 我覺得 大家 其實到最後 那些搖擺州分 真是 好像 賓西法利亞州 這個搖擺州分 可不可以決定到 特朗普輸贏的一個關鍵位置 但是現在看來的確 他的贏面是不斷增加的 是 剛剛在賓西法利亞州出事 都很關鍵了 我都覺得是 我們不如先休息 然後回來繼續談這個話題 好 免責聲明 Rekka Finance 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概不負責 同時 Rekka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身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無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餘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kk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kk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熟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kka Finance立場 不代表Rekka Finance 不代表Luk ziehen